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母体平均数的假设检定立题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 仍然是单位的小样本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 从原始资料来做的一个 小样本的检定问题 那么题目是这样的 这是跟考古学是有关系的 科学家尝试证明说 现代人跟早期的血居人 会有较大的头颅容量 我们的话对于头颅容量很有兴趣 因为我们知道是说 这个现在人跟古代人的话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在1856年 挖掘出来的血居人 约西元前20万年前到30万年前的 化石的头颅作为研究对象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这种题目 我们不可能 很不容易去做大样本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化石有限 我们只做了 发现有了11个 已经不错了 有N等于11个 这个是考古的 血居人的头颅 得到下面的结论 好 假设我们是常态母体 头颅容量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做什么呢 问我们说X bar是多少 S是多少 那么怎么算 X bar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全部加起来 总共有11笔资料 我们就全部加起来除以11 就可以了 那这个算出来是等于90 这个我们用一般的计算机就可以做到 非常的容易 那么重点是在于 我们要在做假设简定之前 一定要知道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样本平均数 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样本标准差 所以要算这个样本标准差 我们从这个地方着手 什么叫做样本标准差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S 那么先算这样子 我们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看 首先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资料 先列出来 列表 90是我们的平均数 它跟90的差距是多少 我们一一列出来 然后再把它算平方 这边是跟90就0了 这边差2 这边差1 这边差4 这边差3 那么平方了以后 好 那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的是 这个25加1加1加16加9 把它所有的差距的平方总和 全部加起来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数字 这边是11 11笔资料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 是82 好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要算S平方 其实不麻烦 我们就有了这个以后 根据S平方 就是82除以N减1 注意的地方 这边是样本的 我们这边要除的是N减1 因为N减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度 因为11笔资料 它减的是什么呢 它减的不是μ 它减的是X bar 各位同学要知道 X bar是源自于哪里 就是我们自己自身 所导出来的资料 平均数 所以我们的自由度将会降低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是N减1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自由度 那就是10了 82除以10就是8.2 8.2 然后我们的S 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再开一个平方根就好了 S算出来 根号8.2 来我们计算一下 大概是多少 2.86 注意的是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离散的程度 就是样本标准差 在做小样本检定的时候 这个资料 这两笔资料 我们是一定要先算的 如果我们给的是一个原始资料 因为我们大部分做的题目 那题目的话都是直接给了 给各位同学了 X bar是多少 S是多少 事实上 那个其实是不应该的 因为我们直接做研究的话 当然都是原始资料 所以这个一定要会自己算 那么各位同学 假设觉得这个计算 非常的麻烦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代入各位同学 使用Excel来计算 那么我们一样的题目 我们用Excel来算 其实打一个指令 很快就算出来 现在我们开启了Excel以后 我们把刚才那11个数字 把它key到 不论是一列 或者是一行 都没有关系 我们全部把它打下去 那现在 我们把它打进去了 那么第一个 我想要算的是什么呢 算的是平均数 平均数大概 大部分的同学都会 来我们随便找一个储存格 不一定在下面了 点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上面这边 我们点这个公式的地方 这边就会出了线 一堆东西 这边我们选的是一个 Sigma的一个符号 这边自动加总是总和 我们不要 我们要平均数 直接按这个三角形 点下去以后 这边有一个平均数 一点了以后 它们就会有一个虚线 在这边 当然是错误的 它会判断的是连贯的 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游标 放在第一个上面 点下去 拉一下 框的位置在这边了 好 框完了以后 我们打一个Enter 这就是我们的平均数 是不是很快呢 只要输进去 我们就可以用Excel 立刻算出平均数 那么标准差还蛮麻烦的 每一个都要相减 又平方 再总和 再除以 它的N减E 有没有简单的做法呢 当然有 我们用的是 Excel里面的一个 统计的一个功能 就是 样本标准差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 如果你们有背的话呢 这边就直接打 等于 样本标准差 既然是标准的 我们就是用的是Standard 所以是Std Standard的话呢 Deviation Dev 但是如果 不记得 怎么办呢 不记得的话 我们就点 插入函数 这边的话来说 我们这边 选取类别 我们选的是跟统计有关 当然就是挑统计 好 挑了统计以后 现在我们要找指令咯 指令 因为它是标准差 是用Standard 是S开头 找到了一堆了 好 那各位同学 你们看到了 这边有P 也有S 那么我们要选哪一个呢 注意P的意思是什么 P的意思叫做 Population 指的是母体的标准差 这个我们不要用 这不是母体的 一般的话来说 我们是用的是S 如果我们是算的是Sigma 当然就用P了 Population 这个的话呢 是Sampling的 Sample 我们取的是一个样本的 所以我们点这个S的 点下去 好 确定 一旦确定了以后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点这个地方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边 从B1一直到B11 我们在这里以后 然后 好 然后我们打一个Enter 确定 这个资料已经在这里了 没关系 确定一下 2.86356 这就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数字 不过我们这边 这边的话呢 位数很多 我们也一样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减一点 要增也可以 这算起来会非常的准确 算好以后 我们有了Sbar 有了S 那么我们再进行假设检定 那么就很方便了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算了这个这批资料的样本平均数 跟样本标准差了 现在题目说要我们去减一减一减定它 什么呢 在0.05的显著水准之下 减定这一组样本 刚刚我们说的是什么 是平均是90对不对 90 这个平均数不大于87 为什么87呢 这是用一个参考的值 它是说是现代人的脑平均容量 那么现代人比我们的血居人的脑容量 竟然还要更小一点 所以这个智力 不是脑容量大小的问题 这个我们后面才知道 原来是咒者跟咒者有关系 那么没关系 我们看看这两组 是否相同 是不是这个结论的话 是不是得到印证呢 我们看一看 首先我们先写 μ的话呢 这边是87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是小于等于87 那么拒绝欲 当然我们写87 也是没问题 这个看我们要怎么观点 但重点是在于H1 H1拒绝欲在哪里 拒绝在μ是87 以上 H1是μ大于87 87以上 我们就真的拒绝了 表示确实他们显著的比现代人要来的高 这两个不太一样了 已经经过了演化了 或者是并非同一组群 好 那我现在我们把相关资料列出来 刚才我们用Excel 或者是用手算都可以 的资料是 x bar n是几呢 n是多少 n是11 x bar是多少呢 当然我们的自由度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是降1 就是10 那x bar是90 那么s是刚刚算的 2.86 那么我们的显著水准是多少呢 0.05 好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这个是没有 没有超过30 那就是用小样本 用T减定 因为它原来是设为常态母体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T分配的图 大概画一下 现在我们要找的是 拒绝欲是在哪里 在右边 单位 我们只拒绝大鱼的 小鱼的 我们不拒绝 那么把我们的这个T表 要拿来看一下 0.05 0.05在哪里 在这边 自由度在哪里 自由度是10 找到了 1.812 这个地方是 1.812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理论值 现在我要算的是什么 我们的实测的值 我们的观察值是什么 x bar减掉 μ 除以s 除以根号n 那各位同学 你看一下 我们原来是小 我们这边写等于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写小于等于 但是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就带它了 这就带87了 有没有 就直接用 用等于来带 就可以了 x bar是多少 90 减掉87 就直接带87 用等于的 如果说 它在这个白色的部分 代表的是 我们没办法去拒绝它 如果说 它是真的是超过 那应该会在红色的部分 好 我们看看 90 减掉87 除以2.86 除以根号n 11 来 我们的话 把这个分母的分母 就变成分子 上面是3 底下是2.86 那么 我们按计算机 先按 如果是普通计算机 我们按11 再开根号 算完以后 乘3 除以2.86 我们算出来 3.48 哦 这个3.48是什么 在哪 落点在哪里呢 在红线上咯 已经在红线上了 打个行星 红线上的意思代表 是结论显著 这个结论显著的意思代表 拒绝 H0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 这个μ 这个μ 血居人的这个μ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去超过了87 这是结论显著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利用了这样子固定的流程 解了一个单位的小样本的检定问题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一个以原始的资料做的一个练习题目 那么我们再提醒各位同学 首先第一个 虚无假设跟对立假设一定要写 尤其是这个对立假设 这个对立假设影响到我们单位或者是双位 那么用T分配 我们还是在一个前提之下 在常态母体的前提之下 如果不是常态母体 我们可能就要用使用五母数统计的方式来做了 那么重点是在哪里呢 我们一般的话呢 这个X bar都是自己算的 原始的资料 X bar自己算 不能要求一个题目就会给我们 这个S也是自己算 S也是自己算 但是S的话呢 我们的话可以为了方便起见 拿Excel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算出来